一日三孝,人生难老 一日三恼,不老也老 百年养生,一品一景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一战 济南、张秋、黄河街道原为黄河镇 因紧连母亲河而得名 是中国唯一一个以黄河命名的乡镇 今年66岁的王善明 是黄河街道王家眷村的村民 他上有一百岁的老母亲 下有九岁的孙子 家里四世同堂 王善明今年在黄河滩边 种了三四亩地的花生 距离黄河仅一百多米 这片经过母亲河冲刷而来的特殊土壤 生长出来的花生 皮薄力大,口感脆甜 王善明曾经说过 家里的老人现在一百岁了 他常吃花生 花生也叫长寿果 常吃花生可以延年益寿 王家眷村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 除了王善明一百岁的老母亲 村里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 还有六七位 花生可以作为餐桌上的美食 也可以作为油料的来源 王善明家开了一个油坊 每年从秋收时节到春节的几个月 家里人都会忙着跑花生 晒花生,榨油 忙活几个月 收入能有两三万元 每年都吃自己家榨的花生 已经二十多年了 自己压榨的油没有添加 王善明说 除了拿花生榨油外 花生壳、花生皮衣 还可以做成各种养生补品 比人参还要厉害一百倍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来看看花生的功效吧 一、每天一把花生果 互兴吻糖 一、吻血糖 现在研究发现 吃花生多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 能减少35% 这是因为常吃花生 能降低患胆固醇 低密度质蛋白的含量 防止冠心病和动脉硬化 让心脏更健康 还有研究发现 如把饮食中的一份红肉 换成花生 患糖尿病的风险 会降低21% 花生中的钙质也是很丰富的 无论孩子、孕妇还是老人 保证每天吃一定量的花生 都可以帮助强健骨骼 早上吃一把花生 有助于稳一天的血糖 因为花生会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二、保鲜 炒菜可以换成花生油 或者每餐吃十几克花生 以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 花生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使肝内的胆固醇分解为胆质酸 促进排泄 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 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三、消除反酸 胃部反酸时 吃五到十颗生花生 能有效缓解胃酸的情况 二、花生壳煮水带茶喝 降汁降压还止咳 我们吃花生的时候 都是把花生壳丢掉的 殊不知 对于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来说 花生壳不但简单易得、便宜 效果更是惊人 是一味再好不过的药了 一、酱汁 花生壳黄金茶 花生壳一百克 大枣五克 黄金十五克 水煎符每日一次 可贱脾益气 化痰除湿 调血脂 对血脂异常症有一定疗效 王善明说 自己每次把家里的花生拿去榨油 都会把花生壳留下来泡水喝 而且村子里有很多老人都有这种习惯 怪不得全村没有一个老人是患有糖尿病的 二、稳压、保心脏 花生壳水、带茶饮 有助于减慢心率 扩张小动脉 改善微循环 简单来说 就是保护心脏 平稳血压 减少病痛 三、花生衣不要丢 补血贱脾 提气色 其实裹在花生米外面的那层薄薄的花生衣也是宝贝 它能促进骨髓造血功能 增加血小板含量 改善血小板质量等作用 同时能加强毛细血管的收缩功能 对多种出血性疾病 如血小板减少性子癫 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出血 血有病等都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对出血及出血引起的贫血有明显的疗效 中医认为 花生衣干、色、平、乳、肺、皮、干净 有止血、散淤、消肿的功效 花生红衣能够补脾胃之气 有阳血、止血的作用 一般认为 红色的花生衣作用较强 紫色、白色的花生衣作用相对较弱 另外 用花生衣进行食疗时 不要希望一朝一夕就有显著的成效 要达到较好的效果 一般需要坚持服食三个月左右 一、蜜汁花生枣 红枣100克 生花生仁100克 温水浸泡后放锅中 加适量清水 小火煮至熟软 再加蜂蜜200克 至枝叶粘稠停火 也可用高血压煮30分钟左右 蜂蜜可带花生仁红枣熟后入锅 二、贱皮削汁 花生红枣一人粥 带一花生红枣 赤小豆一人各40克 红米30克一起熬粥喝 四、花生芽随便吃 降血糖降血压 中国一些地区 有把花生发芽后使用的饮食习惯 现代研究发现 花生在发芽过程中 蛋白质水解为氨基酸 更易于吸收 油脂含量降低 并且提高了微量元素的吸收和利用率 有助于降血糖、降血压 比三期效果还好 吃花生芽也很简单 和其他豆芽一样 热炒、凉拌、双火锅都很美味 也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搭配食用 五、一种吃法对付一种病 更多花生吃法送给你 一、养肝 花生大豆一起榨汁 有较好的降血汁 延年益寿的作用 非常适合中老年人使用 此外 豆浆也有补虚润燥 清沸化痰之功效 两者一起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养胃 花生猪肚汤 将一个猪肚清洗干净 分成五小份 每天可以做一份 把猪肚放入废水中 煮上十分钟 拿出来后再刮洗一遍 再将猪肚切片 雨洗净的十余粒红皮花生放入砂锅里 加下清水 大火煮沸 然后用小火 微上三个小时 就煮好了 三、火血补血 花生大枣汤 准备花生米六十克 大枣干枣最好六十克 先把花生米煮好 再放大枣一起煮烂 每天一次 相当于每天的一顿饭 连汤汁一起吃 六、这四类人不宜吃花生 花生营养那么好 那多吃准没错吧 等等 如果你是以下这四类人 那么就不宜吃花生了 一、疲弱变糖者 花生中含有约45%的油脂 肠炎、利脊、消化不良等疲弱者 食用花生后会加重腹泻 不利于疾病恢复 二、高脂血症者 花生中脂肪含量较高 高脂血症者食用后 会增加血脂量 三、有淤种者 花生中含有一种醋拧血因子 跌打损伤、血脉抑制者 食用过多花生 会出现欲血不散 从而加重淤种 四、胆囊切除者 花生中含有的脂肪 需要胆汁去帮助消化 胆囊切除后 胆汁不能储存 就会增加肝胆分泌胆汁的负担 花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在平常生活中 可以适当地食用花生 花生能够起到止咳润肺 增强身体免疫力 延缓衰老 预防心血管疾病等作用 对于人体健康 是不错的食品 虽然花生的功效与作用很多 但是在平常生活当中 也要注意 最好不要一次吃太多的花生 多采人生 康乐养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 还可以点击右下角 进行分享和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